在日本压力码死内到底是什么意思 嗨 你的三个人家大家好 这里是超正经的日路老师演艺 演艺有一个习惯 经常喜欢看看自己视频的弹幕 看看大家的后段和反馈 然而最近我发现弹幕中 频繁的会出现五个字 压力码死内 就这就还是一句日语的谐音 我是知道的 但我有点不理解 为啥这么多人刷这句话呢 难道是有什么隐藏的含义吗 于是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分别在B站 百度和YouTube进行了搜索 结果我就看到了 作为一个有八年教学经验的日语老师 我很能理解大家求之若渴的心情 那やりますね到底是什么意思 日本人在什么情况下会说这句话 今天我们就一个视频搞定 首先やりますね这句话分为两个部分 前面的动词やります和语气词ね 我们先来看やります やります可以说是日语中的万用动词 相当于英语中的do可以翻译成 做 弄 干 搞 整 也可以根据语义代替任何动词 比如 所以叠加在一起最常用的用法有以下三个 第一 表示告诉对方自己会做某事 翻译成中文就是会做 比如我问你 假如你有一个追了十年的女神 她跟你说 如果你是真的爱我 就明天早上买两份早餐送到我家 对了 我男朋友不吃香菜 没问题的吧 这时候如果你想表达你没问题 你OK 明天早上你会这么做 就可以坚定中带着一丝感慨的回答 やりますね 再比如主持人问野兽前辈 你每个星期都会奖励自己吗 这时候野兽前辈就会表示 会啊 会做奖励自己的事情哦 那这个时候也可以说 やりますね 第二 挺能干的嘛 挺有手段的嘛 表示赞美或者讽刺大人做得好 在加班了360个小时之后 终于赶出了老板要的PPT 这时候老板轻轻地拍拍你的肩膀 夸赞一句 やりますね 或者大家经常在动漫中看到 成长后的主角在跟反派兑现的时候 实力大大超出了反派的意料 这时候反派就会哈哈大笑一句说 やりますね 又或者同样和你单身了28年的好兄弟 突然跟你说我谈恋爱了 这时候作为好兄弟肯定要称赞对方 やりますね 不错啊 你小子挺能干的嘛 女朋友这么漂亮 第三 向对方表示确认 确定要做吗 比如今天你和好记者三本君 一起挑战日本第一爆辣拉面 在吃之前光是看 就感受到了危险的气息 这时候你就可以犹豫地询问三本君 やりますね 真的要吃吗 确定要吃吗 再比如你和小爸一起 把班上最瘦的男孩子骗到了厕所 你由于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 就颤颤巍巍的问小爸 やりますね 看到小爸接人的眼神 你知道非做不可了 今天就是证明你是男子汉的时刻 于是你一巴巴地打晕之后 偷走了他的红领巾